欢迎大家收看世界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西班牙公司成功发射可重复使用的火箭 为欧洲太空雄心迈出重要一步 勇敢的樱花队为与阿根廷的决战做好准备 日本统计数据未能完全捕捉到通胀激增情况 中国的转机因巨型水稻收获有助于食品安全推动 中国的工厂正在迁移,但并非迁移到印度或墨西哥 等等 请大家收看 西班牙公司成功发射可重复使用的火箭 为欧洲太空雄心迈出重要一步 魏报 西班牙公司PLD Space成功发射了可重复使用的Miyura一火箭 标志着欧洲首次完全私人火箭发射 这枚火箭具有100公斤的货物承载能力 在西班牙西南部的一个发射场起飞 此前曾有两次尝试被终止 这次发射被誉为欧洲太空雄心的重要里程碑 因为欧洲大陆正努力发展能够将小型卫星送入太空的能力 PLD Space计划在成功发射后将其员工数量增加两倍 并现在专注于开发更大的Miyura五火箭 计划于2025年发射 勇敢的樱花队为与阿根廷的决战做好准备 日本时报 本文讨论了即将到来的日本与阿根廷 在橄榄球世界杯中的比赛 作者指出 比赛周围存在着一种兴奋和期待的氛围 并预测这将是一场非常激烈和竞争激烈的比赛 日本的主教练杰米·约瑟夫认为 世界杯就是关于这种压力的 日本统计数据未能完全捕捉到通胀激增情况 日本的官方通胀统计数据可能无法准确反映实际价格上涨情况 这给政策制定者和企业在评估经济状况时带来了挑战 一种反映最近消费趋势的替代计算表明 8月份的消费者通胀率比官方数据高出0.5个百分点 日本银行的一项调查也显示 消费者认为价格上涨速度比官方通胀数据更快 目前日本计算消费者物价指数CPIA的方法是基于过去的消费模式 并且每5年才更新一次 这意味着它无法完全捕捉到大幅价格波动 中国的转机应巨型水稻收获有助于食品安全推动 南华早报 中国成功收获了第二批转机应巨型水稻 每公顷产量达到12.6吨 这种高产水稻品种比普通水稻长两倍 种植在贵州省的一个山区 土壤条件恶劣 这次收获被视为中国在全球大米价格上涨的背景下 加强粮食安全的努力取得的进展 这种转机应水稻品种于2017年 由中国科学院亚热代农业研究所开发 并在中国的22个地区种植 中国的工厂正在迁移 但并非迁移到印度或墨西哥 华尔街日报 中国广袤的内陆地区正在成为全球制造业领域的强大竞争对手 与墨西哥、印度和越南等国家相比 随着公司在中西部省份寻找更便宜的土地和劳动力 低成本制造业正在远离中国的海岸地区扩张 由于美国关税导致工厂成本上升 以及中国沿海大城市专注于高科技产业 这种迁移加速了 因此 中国内陆省份的出口繁荣超过了潜在竞争对手的增长 尽管中国仍面临制造业劳动力减少和外国投资下降等挑战 但预计在可预见的未来 中国将继续是全球制造业的主要参与者 制造业向中国内陆转移的原因包括寻找更便宜的劳动力 更便宜的工厂空间以及沿海城市的更严格规定 与沿海地区相比 中国内陆的劳动力成本较低 因为由于员工竞争加剧 沿海地区的工资上涨 此外 公司被某些地区更便宜的工厂空间和特定行业的存在所吸引 然而 中国沿海省份仍然是全球制造业的强大动力 截至8月 出口额达到2.7万亿美元 尽管西方国家正试图减少对中国制造商品的依赖 但经济学家认为 削弱中国在全球制造业中的地位将是具有挑战性的 中国在全球商品出口中的份额仍然相当大 将工厂从中国转移到其他国家 可能对中国的制造业主导地位几乎没有影响 中国受益于其规模 其工厂能够生产各种商品并降低成本 此外 中国工厂可以获得廉价贷款和庞大的供应商队伍 越南 印度和孟加拉等新兴制造业国家 面临与中国竞争的重大挑战 各位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是负责观察世界新闻的观察员 今天我们先从西班牙的火箭发射开始谈起 西班牙公司PLD Space成功发射了可重复使用的 Miyura一火箭 这是欧洲首次完全私人火箭发射 是欧洲太空雄心的重要里程碑 这对于欧洲大陆来说是一个重要的突破 因为它们正在努力发展能够将小型卫星送入太空的能力 值得一提的是 PLD Space还计划在成功发射后将其员工数量增加两倍 并专注于开发更大的Miyura五火箭 计划于2025年发射 接下来 我们谈谈日本的橄榄球世界杯 日本的橄榄球队为与阿根廷的决战做好了准备 这场比赛被认为将是非常激烈和竞争激烈的比赛 日本的主教练杰米约瑟夫认为 世界杯就是关于这种压力的 让我们期待这场精彩的比赛吧 另一方面 我们来谈谈日本的通胀问题 日本的官方通胀统计数据可能无法完全反映实际价格上涨情况 这给政策制定者和企业带来了挑战 这意味着它无法完全捕捉到大幅价格波动 我们希望日本政府能够找到更好的方法来准确反映通胀情况 接下来 我们谈谈中国的转基因巨型水道 中国成功收获了第二批转基因巨型水道 每公顷产量达到12.6吨 这是中国在全球大米价格上涨的背景下 加强粮食安全的努力取得的进展 这种转基因水道 品种于2017年 由中国科学院亚热带农业研究所开发 并在中国的22个地区种植 最后 我们谈谈中国的制造业转移 中国内陆地区正在成为全球制造业领域的强大竞争对手 与墨西哥 印度和越南等国家相比 这种转移加速的原因是 美国关税导致工厂成本上升 以及中国沿海大城市专注于高科技产业 这样的转移给中国内陆省份带来了出口繁荣 虽然中国仍面临着制造业劳动力减少和外国投资下降等挑战 但预计再可预见的未来 中国将继续是全球制造业的重要参与者 以上是今天的新闻摘要 我们已经对这些新闻进行了深入分析 我们邀请观众朋友们一起来讨论这些新闻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6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